他也是非常認真 他就想了很久 但是他一直想不出來 主要是卡在這個 處理三種邏輯的部分 他沒有辦法知道說 怎麼去處理這個部分 如果說你們要試的話 你可以Ctrl C 然後直接怎麼樣 把它貼到那個 VBA裡面這個地方貼上去 再跟那個按鈕做連結 我是頂多 多增加一個清除的按鈕 做出來的效果 就可以類似像剛剛看到這樣 清除 按下去 不過這樣跑太快了 我們來 細部的可能因為沒辦法全部 很具細迷的講 不過我可以把一些可能大家比較 會需要知道的部分跟各位做說明 第一個的話 你會想說老師 這個中間的程式是怎麼產生出來的 其實跟各位講 中間的程式 初步呢 其實都是用什麼 用那個 開發人員裡面有一個叫錄製聚集 有部分 也許你初步你 部分程式不會寫 那沒關係 你可以把那個部分錄下來 錄下來 錄下來之後怎麼樣呢 再把它 跟回圈做連結 那也就是說 你可以錄製聚集之後 然後呢 點一下 它會幫你錄一個 切到某個工作表 那選取的話 你可以選 這邊一下 然後 Ctrl C 這個 你可以 我用 Ctrl Shift 向右 那如果一筆的話 你不能再向下 因為你如果向下的話 它會變這樣子 不對了 OK 所以我們要判斷什麼 判斷說它是不是 一筆以上 不一樣的筆數 會有不同的複製的策略 所以我這邊有 做一個這樣的一個判斷 然後 我們 裡面到底做哪些事 其實這邊都有相關的那個 註解 我有些其實是用那個 聚集錄下來 那差別只是說 最重要的是這個 判斷 到底資料有 總共有三種 第一種是 如果沒有資料 那如果沒有資料呢 相對的 我就不需要去複製 所以如果 假設 這個沒有的話 那我怎麼知道 這裡面沒有 方法很多 以前可能是用什麼 Ctrl 向下偵測 不過後來發現 最簡單的方法 我就判斷什麼 如果 Range A3裡面是空的 那表示沒資料 OK 所以我這邊邏輯是這樣子 那我就在這邊 Range A3等於空字串 Then Go to Nodata Nodata這個地方是一個標籤 意思就是說 後面的事情都不要做 後面的事情是 複製 貼過去 那這些事不用做的話 所以 我怎麼讓 程式可以跳到下面來呢 基本上就是用 Go to 這個Nodata這個標籤 在下面就會有 差別是說 Go to 到這邊 底下這個標籤呢 要加上冒號 它程式就會跳過去了 就什麼事都不做 第二個是說呢 如果只有一筆 那怎麼知道只有一筆呢 當那個R 這個R是什麼 我 從 A2 Ctrl 向下 A2在這裡 那如果只有一筆的話 A2 Ctrl 向下 會 停在 3 那表示 只有一筆 OK 那如果是兩筆以上的話 A2 Ctrl 向下 那這個數字呢 一定就會大於 3 所以我有這樣的判斷 這個判斷基本上呢 都是 先 去分析一下 到底 裡面的資料情況 不是說我這邊 憑空而來的 那因為這個資料是同學提供的啦 所以我就是 幫他分析一下 所以我就 一個 Node data 一個向右 再複製 一個是 Ctrl Shift 向右 向下 然後呢 後面會多一個copy 其實copy就是 因為你選取之後會有一個selection 物件 然後呢 你可以copy 那copy之後怎麼貼上呢 就是 再切到 總表嘛 對不對 就是貼上 貼上之後呢 你要繼續讓大家 往下 跑多少 那r的話因為我知道說他總共有幾筆 扣掉上面的標題兩列 有沒有兩列 那我就向下移動 因為你幾筆你要再空下 那怎麼空下來 特別是 這邊有一道offset 這個語法這個屬性也還蠻超用 什麼叫offset 就是你希望將來 你的那個 就是 儲存格的位置 要移動 多少位置 那他有後面有刮幅是兩 兩個啦 就是第一個是 移動多少列 後面那個是移動多少藍 那因為我要向下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 減二指的是上面這兩列不算 那他有 幾筆紀錄 就往下 所以我這邊 我用那個慢動作給各位看一下 就是那個 我們用那個 這邊按F8 來看一下 那第一個當然是 還有 第一個就是screenupdating 這我講過了 為什麼畫面沒有閃動 其實就是因為我把畫面更新給關掉 否則 你們 應該看到的畫面應該是這樣 如果說我沒有把它關掉的話 直接執行 有沒有看到 它會閃動 可是呢 如果我把這個什麼 把這個updating 有沒有application.updating 等於false的話 他就不會去做閃動 我先把它清除 有沒有這個直接執行給各位看 有沒有 那除了不閃動之外 執行的效率也會比較高 為什麼 因為你閃動的時候 它等於就會重新在繪製那個畫面 那繪製的話相對那個 等於cpu 它會一直在 做 我之前有大概算過 有的時候甚至 執行的速度會快一倍以上 所以這個 所謂的application dent screenupdating 等於false 這個還蠻必要的 dent 不過你不用背 你就打一個sc 有沒有 大概就出現了 畫面借我一下 ok 然後呢 這邊 就會出現 你就按一個空白鍵 或點它兩下 關掉的話 等於 false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以後呢 如果你要關閉那個大量 尤其是你將來要 大量的切換 那個 頁面的時候 或者是說 將來可能它 什麼 新增那個大量的工作表 像從網路刷資料 然後會自動產生 它也會一直閃 所以你要把這個效果關掉的話 那就是這一行就可以了 不過特別注意喔 你關掉它之後 記得在層次最下方 Andersub的上面 記得還要再把它打開喔 因為如果你不把它打開的話 以後該閃動的時候 它也不閃動了 那這樣可能會造成一些 使用上面的問題啦 本來應該會有一些 特效就不會出現了 OK 所以一般習慣是 開頭的地方關 結束的地方 再把它打開 那開跟關 很簡單嘛 其實就打個等號 那開關就出現了 那你就用選的就好了 先false 後面呢 再把它複製貼下來 變成tru就好了 OK這個地方的話 應該不難理解 那我們這個地方 就是 執行 然後關掉之後 接下來 我們 我先把它清掉 清楚 那它怎麼跑的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呢 它會先 切到總表 如果已經是總表 那就沒有影響 再來就是 切到A2 為什麼 因為A2 優必要放上面 就是 表示將來呢 我複製貼過去 剛好會貼到A2 然後呢 再來就是 For i 等於1 到 shits.com 那什麼叫shits.com 學者是工作表 點抗是說 它裡面有幾個工作表 它會告訴你 那 減1是因為總表 那要扣掉 所以總共有13個嘛 12個月再加總表 13個 那扣掉一個 那就是扣掉總表 就是幫我把 第一個到第12個的那個 工作表 這是範圍 這個觀念其實跟之前的 初選格觀念一模一樣 沒什麼差別 也是一個範圍 然後做什麼呢 因為我知道說 第幾個工作表 第一個工作表是 1 所以 往下 這個shits 1 表示先選第一個 它slate就選取 然後做什麼呢 判斷一下 然後先A3slate 就是游標放A3 確定一下 到底是不是 有資料 你會發現 因為A3 沒有東西 所以怎麼辦 跳到nodata 有沒有發現 它就跳到 這個標籤的 中間這個複製的過程 就跳裡了 OK 然後nest 再來就是 再來就是切第二個 因為第一個已經 沒有了 所以第二個 第二個你會發現 因為i等於2嘛 所以會切第二個工作表 然後我們做什麼呢 一樣把游標放在A3 然後 確定一下 它的r是多少 那因為r回來的 是3 為什麼 因為把游標放這邊 它是第3列 所以呢 會跳到這個敘述 那就ctrl shift向右 這個也是入字聚集下來的 OK 所以你入字聚集這一行 應該會出現 ctrl shift向右 不能向下 因為向下就跑到底下去 然後copy 就是直接把這個放在copy 切到總表 貼上一筆 對不對 那再來 因為已經有一筆了 所以要往下 要往下多少呢 3 上面有兩個 有沒有 兩列是標題列 不算 所以扣掉1 所以呢 意思就是 offset 向下一列 應該看得懂啦 OK 然後向下一列 有沒有 有沒有就往下跑一列了嘛 跑到那個A3了嘛 那等一下貼就貼到A3 所以以此類推 往下 然後再來就是 第三個工作表啦 OK 然後它回來的R是 因為它有兩筆嘛 所以R是4 那也就是說 它不是等於2啦 所以是其他的 就是 大於 3 等於就是說 有兩筆以上的紀錄 Ctrl shift向右 再向下 好不好 然後再 複製 切到總表 貼上 然後再移動幾個呢 4-2嘛 就移動兩個 OK 向下移動兩個 有沒有 那一直在推嘛 其他都一樣的 所以 我們把它跑完 基本上後面都一樣 跑完之後呢 最後再把updating 因為我再把 跑完之後 它會跑到下面 但是我為了方便 再移到A2 然後再把那個 updating 再打開 所以 各位看一下 全部都跑了 游標最後一樣會跑到這邊 結束 這樣子的話呢 就可以很順利的 把你需要整合的東西 整合進來 不過 應該有一定的難度啦 看得出來裡面 程式碼會比之前來的更多 所以這個地方呢 提供給各位參考 最後還有一個 好像清除沒有貼上去 清除 按下去 全部清掉 那你想說這個地方 怎麼可以按下去 全部清掉呢 程式碼 其實 只有一行 一行而已 那一行 也就是說 你可以這樣 去 去思索 其實會用到一個 範圍 它是從A2 Range A2 到 應該是 D欄 D欄裡面的 什麼 最下面 可是那個最下面 一定我不知道啊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樣呢 把它end 由A2 去追蹤 告訴我最下面的那一列是多少 所以 像我這邊 清除了這個地方怎麼寫出來的呢 最後 我們把這邊 來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 這樣一行而已啦 Range A 這個應該是D才對啦 好像寫 寫到E啦 不過清除 沒有差別 那 後面特別注意喔 這個其實 不用死背的啦 就是 A2到最後那個我不知道 所以 end什麼 去讓它 偵測 所以偵測的話呢 這個我想我們之前寫很多啦 就是從 A2 去 追蹤 追蹤的話是 end 有沒有 end 刮弧 向下追蹤 抓到最下面一列 有沒有 Role嘛對不對 後刮弧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不知道D多少 但是你會自動幫我把D多少補上去 最後要做什麼 其實就是一個範圍先有了 點下去 打一個CLEAR CL就可以了 其實你打一個CL 它會有一個叫 CLEAR CONTENTS 記得 我不太建議用CLEAR 為什麼 CLEAR是 清除 格式 內容 全部清掉 所以 清除內容 就等同按Delete OK CLEAR CONTENTS 這樣子 就完成 所以這個 我用在雲端上 沒放 我等一下再把它 複製上去 那最後就可以增加 一個按鈕 再加這個 按來按去 就OK了 所以如果你身邊 應該有類似 像這樣子 一個 範 一些 工作上的範例 那你可以 試試看 如果可能你做不出來 沒關係 也許可以再討論 因為 很多東西是見招拆招 同學給我 他可能想很多天 他想說出來 那我只是點他一下 把東西 給他 他就非常感動了 因為他解決了 他眼前 很大一個問題 因為他每天都要用這些東西 OK 那這邊的話 我想 各位試試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我是放在哪裡呢 我是放在那個 就是一樣是雲端白板 記得雲端白板裡面的 其他補充範例 最下面這邊 其他補充範例裡面的進階 進階裡面的那個 104年的那個 進階裡面呢 你們找一下那個 104年範例裡面的104年 捐款明細這個 那範例檔在這邊 程式碼在上面 那你可以 再把他 我等一下把那個 剛剛那個 清除部分的程式碼 幫各位貼上 其實就那麼 一行 其實就那麼 一點點東西 其實 就剛剛我寫的這個 清除部分 對 你 也是 不要 你是